在温暖花开的三月 本来就是养肝的好时节 依据中医养生理论 春天已养肝 在这个时候 睡好 睡饱 睡满 对于你的小心肝 有最好的照顾 但是呢 在有些人春眠不觉晓 睡得饱饱的同时 却有一群人失眠了 睡不好 睡不沉 睡不久 该怎么办事好呢 今天医女来为各位一一分享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现代医女都陈云 欢迎跟着医女一起爱保养 变健康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睡觉的问题 哇 讲到这个睡觉啊 是很多人想要了解的 尤其是女生跟年长者 为什么在失眠的议题上 女生跟年长者会特别困扰呢 首先呢 医女先为各位分析一下 失眠的症头 失眠呢 其实有一点点复杂 在中医的辩证里面呢 也分好多类的失眠 有脾虚失眠 心气虚失眠 还有干气的失眠 阴虚失眠 阳虚失眠 各式各样的困扰都有 那我今天呢 就为各位简化 三种失眠状态呢 可能是女性年长者 最容易遇到的 第一个呢 就是睡不着 睡不着的感觉是怎样 明明很累了 躺在床上 碰到枕头 年轻的时候呢 一碰枕头 就可以睡着 为什么现在觉得好像翻来覆去 精神还是很好 可是我的身体是累的啊 这种睡不着的状况呢 就是第一类 应需失眠 第二种呢 就是睡不成 哪些人睡不成呢 就是我已经睡着了 但是呢 我觉得我的眼睛闭着 却是脑子里呢 一直在想事情 然后很像跑马灯一样 想的都是也许是白天的啦 自己心烦的事情啦 或者甚至是一些不相关的啊 比如说不小心看到的新闻画面 或者是不小心经过的一些 旁人的对话等等 然后你一直觉得你睡不成 听得到外在的声音 或感觉到外在的灯光 第二类这种睡不成的失眠呢 是心虚失眠 第三种失眠呢 是甘虚的失眠 甘虚的失眠又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我已经睡着了 但是到三四点或五六点的时候 我忽然又醒来了 而且这个醒来呢 跟刚刚的心虚失眠不一样 你会眼睛睁开 看着天花板然后开始发呆 或者是呢 你忽然眼睛睁开醒来了 在半夜三四点的时候 然后呢 起床上了个厕所 回来却怎么也睡不下了 于是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失眠到天亮 或者有些人呢 索性不睡了 爬起来玩手机看电脑 上面三种失眠呢 第一个阴虚失眠 第二个心虚失眠 第三个甘虚失眠呢 都是现代很多人求助于 医女的失眠问题 那要怎么样才能帮到大家呢 其实我们讲吃喝拉撒睡 吃喝拉撒感觉都还蛮好解决的 睡觉呢虽然不是生病了 但是长期失眠 又会让我们体力变差 精神变差 做事不集中 白天很容易出乱子 所以其实也很烦 有有胜者呢 我们睡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黑眼圈 有眼带 看起来人呢 精神不正 怎么样化妆都不漂亮 你说失眠的问题 是不是很讨厌 很多人呢 在问失眠的问题呢 听到医女说有好多种不同 正头的失眠的时候 就会很困扰 怎么你讲的这个睡不着 我也有 你讲的这个睡不沉 我也有 还有你讲的睡不久 我也有 睡不着睡不沉睡不好 我全部都有 那我不是鬼祖海寥寥 我又阴虚 我又心气虚 我又干气虚 是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中医辩证不是这样讨论的 如果说呢 你在以上的症型里面呢 符合第一个阴虚失眠 属于比较严重的那种 你就是属于阴虚失眠的治疗方式 肝虚跟心虚呢 可能都比阴虚的程度轻浅一点 而讲到这个阴虚失眠的时候呢 很多女性跟年长者就比较容易对号入座 为什么女生比较容易失眠呢 第一个女生神经比较敏感 第二个呢 如果过了更年期的女性呢 由于荷尔蒙的撤退 又会让我们的神经比较容易躁动 所以呢 在荷尔蒙撤退的同时呢 很多更年期的时候 潮热到汗睡不着 也就在座难免了 一个礼拜呢 如果失眠一次 偶尔也还好 但是呢 135246照着天数在失眠 真的是很烦人 让我们先来谈谈哦 失眠最重要的外在因素是什么 撇开年龄 性别 还有你的身体强弱不管哦 其实还有两种状况很容易加重你的失眠 第一个就是外在的环境 第二个呢 就是压力 讲到这个压力哦 没办法 每个人都有生活上 社会上 或人际上的压力 但是讲到这个外在环境呢 我们就要好好注意了 包括说你睡觉的环境呢 有没有很安静 床是不是舒适的 冷热适中哦 适合你休息的温度状态 还有还有哦 睡前不要滑手机 看电脑跟人家聊天 其实在睡前的时候稍微静心一下 做一点伸展超 做一点瑜伽 然后喝一点温茶 都可以帮助你放松心情 所以第一个呢 睡眠的环境呢 自我检查一下 这是很重要的哦 让你睡觉的地方 没有光害 没有噪音 可以好好的休息呢 可以加强你入睡 而第二个呢 刚刚提的压力哦 我知道每个人生活里 都有很多的压力 但是呢 如果让压力造成你的失眠 造成第二天又有压力 如此恶性循环 是不是就很辛苦 所以虽然我们的生活里有压力 但是还是要记得哦 好好地舒缓自己哦 让自己好睡一觉 以面对隔天起床的压力 有什么方法呢 有人可以做睡前哦 舒展的瑜伽 也有人呢 点金油灯 释放一些植物香氛呢 让自己闻了好睡 还有人呢 可以按摩穴道 像我们身体上有很多的穴道 像是内观穴 像是我们的盘中穴 因为我们的风池跟易风穴呢 都可以帮助你入眠 刚刚我们谈的呢 是环境跟压力的解除 现在我们就要来谈谈呢 针对阴虚 心虚跟肝虚失眠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哦 可以用服用保健品 或者是喝的方法 来帮你舒缓入睡呢 阴虚失眠的朋友哦 也就是你怎么睡都睡不好 睡不成的朋友呢 可以试试看哦 灵芝 芝麻萃取 还有燕窝 都有安眠的效果 再简单一点呢 鸡蛋 还有牛奶 鸡蛋跟牛奶呢 可以提供我们安定的程度 在中医里面呢 鸡蛋跟牛奶都有滋阴的效果 刚好中西都解释了 为什么很多人呢 睡前会喝一杯温牛奶 帮助入眠 也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呢 因为东方人比较容易有乳糖不耐症 如果说你喝牛奶容易脏气 拉肚子的话 请千万避免 这个时候呢 阴虚的朋友如果不能喝牛奶呢 也可以换一杯 羊甘菊茶 Chamomile Tea 或者是用桂圆红枣跟枸杞 这三味加在一起 香香甜甜的 睡前的时候喝一小杯 50cc或100cc就好 也可以帮助你顺利入眠哦 而针对心虚的朋友又有什么方法呢 心虚的朋友呢 我刚刚提的灵芝跟芝麻萃取呢 都可以帮到你要稳定入眠 由于心虚的朋友呢 躺在那边呢 觉得好像四行飞行 而且很容易被环境所影响 表示你的心呢 有点浮动 此时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稳定心神的中药 像我刚刚提的灵芝呢 就可以帮到你 第三个呢 甘虚失眠的朋友 可以补充点什么呢 甘虚失眠的朋友呢 由于他需要一个稳定而深沉的睡眠 其实呢 四物汤里面的白勺呢 可以让你放松 白勺茶呢 可以让你有稳定的睡眠状态 而且白勺茶呢 对于胃酸逆流也有帮助哦 你是睡不着的朋友 还是睡不沉的朋友 还是睡不久的朋友呢 以上医女为你分析的 甘虚 心虚跟阴虚 有没有好好的笔记下来呢 本视频是由美国许氏生意集团冠名播出 更多的保养内容 请上现代医女杜晨云的脸书 以及YouTube 咱们好好睡一觉 才能好好保养我们健康的人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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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